竞选大高雄市长的杨秋新 昨天北上积极寻求玉木铭的支持 不过玉木铭告诉他 虽然祝他顺利当选 但是他还是要支持国民党的人选 今天杨秋新他如何做回应呢 我们请记者欧重文来告诉我们 江林吴玉 好了 刚好 杨秋新呢 昨天北上和新郎的主席玉木铭 两人辟事密谈了半个小时 究竟谈了什么内容 外界非常的好奇 今天呢他参加了小林国小的 就职动土仪式的时候呢 那么自己也说了 两个人到底谈了些什么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明内容 那当然主席他 也有他的立场 不过他还告诉我说 他们积极党是罗线政党 所以他们不会干预任何 他们这个党员 他们的自主性 所以我想我们有努力的空间 主席是不是有说到 就是开放党员投票 所以他很清楚说 新党就是一个罗线的政党 所以他们不会限制 那不会限制的话 等于是说新党的党员 要怎么投 他都同意 都同意 刚刚我向杨秋新呢 转述了他昨天呢 和新党主席 乌鸣明的谈话内容 那么乌鸣明表示呢 是新党呢 是一个柔性的政党 因此开放党员投票 而这一席话呢 被这个地方政坛解读 为形同认可的气宝效应 那么事实上呢 越到这个投票越接近呢 事实上呢 这个选情呢 也越加了激烈 我们似乎也可以闻到呢 这个气宝效应的味道呢 越来越浓厚 也因此呢 昨天事实上呢 这个国民党的秘书长 秦姆聪也特别南下 来和这个党籍的候选人 黄昭盛少接败票 而党中央也希望呢 跟新党方面能够密切联系 来避免冲击大高层的选情 以上是目前 视频通知情情 今天我们会给彭内直播